中环串金尺土,好地难求,早前中环新海滨三号商业地王投标反应热烈 最后游行地00012投得地皮,继至地后成为中环大地主之一 稳守本地黄金夹下市场,与昔日着重投标价不同 随着都会拘的概念深化,政府更看重标书设计中的整体规划 亦成为今次的投标关键,是次的中环商业地王投标,共收到六份标书 最终游行地的子公司国基发展有限公司投得 其价格建议和非价格建议部分的得分军是最高 总分共得100分,标价为508亿元,每方尺楼面地价31463元 深水清者会质疑,中环地王的地理位置及价值理应高于行地于 四年前投得的中环美利道停车长商用地 但美利道用地的尺价是5064元 教地王高,这意味夹下价格已失守,非也 首先,六间公司投标这块香港最值钱地皮 可见发展商仍看好发展前景,其次 夹下市场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动结期 相信代中港两地通关后 其升值潜力庞大 再者,试次投标案标价及设计概念两部分去评分 行地以侨为项目设计概念赢得评审欢心 该设计以大量绿化的巨型天台贯穿三座地标式建筑物 项目共提供于30万方尺的都市公园空间 并会从至天升小轮中楼及邮政总局设施 集艺术,标数,自然,文化和剧长于一体 不者认为,中环地王的真正价值 并非单以该处的夹下尺价去衡量 正因为它是香港面向国际的重要地标 是否能反映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才是重点 同时体现发展商的实力 移居而业的都会规划是参与城市发展的入场券 尤其配合南部都会区的发展 集陆化,生活文化,人民价值的设计方案 贴合全球趋势 为香港增添竞争力 纵然着墨细节会增加规划成本 但若能剃造具指标性的永恒价值 最终的一切 但